欢迎锁定今天的TVBS2100看世界的现场新闻直播 我是薛佳荣 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聊天室 留下你对新闻的看法来跟我们做互动 今天一开始来关注就是国际焦点了 以色列不断的对黎巴嫩发动攻击 但是有一些攻势是不是过了头 让国际社会也开始提出反对的意见呢 我们先来看这两波攻势 第一波呢主要是针对呢 这个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市中心 那造成了22个人死亡 还有117个人受伤 这一波的空袭就被认为他是有目的性的 主要呢是要针对真主党已故的领袖 纳斯拉勒的联金 他叫做萨法 他也是呢真主党的高阶成员之一 所以很明显呢是希望能够要置他于死地 才发动了这一场 算是规模也不小的空袭 那另一波的攻击呢主要是 在这个南部地区这个城市叫做纳库拉 而以色列的军队在这里呢锁定的竟然是联合国驻扎的基地 造成两个人员伤亡 那这一波的攻击呢就引发了联合国呢一片哗然 当中呢这个反弹声浪最大的中国大陆驻联合国的代表 附冲他就说了中东动荡了这么久超过 十万平民伤亡 应该要赶快来实现停火不管是哪一条战线都是如此 这是最优先的事项 那他认为呢以军你这样子针对联合国的基地来做攻击 已经违反了国际人道法 也非常不符合联合国安理会的1701号决议 所以他认为呢应该对这个事件来做详细的调查 就责而且应该采取措施 不能够让这样的事件再次重演 那另外就是不只是在联合国内有这样子的讨论 在这个波弯的产油国呢也认为呢很担心 以色列会不会呢太走极端 会不会真的去攻击伊朗的石油设施呢 对整个的石油市场来讲恐怕都不是好事 所以这几个国家呢 包括像是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等等 他们都开始呢组织起来 希望能够呢让美国当和事佬去说服以色列 他们就告诉美国说呢 希望能够呢告诉以色列说不要这么冲动 伊朗的石油设施真的打不得 如果伊朗真的遭到攻击的话 那这些周边国家他们的油田 有没有可能也都受到波及呢 所以这会让已经很震荡的石油市场跟石油价格 又会出现很剧烈的波动 他们也有一些实际措施来表达他们的看法 包括呢不想要开放领空让以色列来使用 你想要打仗但是我不同意我也不会协助你 目的就是要呢避免自己的国家卷入争端 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赶快呢 让整个中东地区能够朝向和平的方向稳定下来 民众拍到市区浓烟窜天原来是以色列又轰炸贝鲁特市中心 街道不断传来救护民敌声 巷弄挤满救护人员围观民众水泄不通 以军锁定人口稠密恩维里区 发射飞弹攻击一栋八层楼民宅 外墙几乎被炸烂造成百人死伤 这也是以军上个月加强作战以来 贝鲁特市区伤亡最惨重的一次 不过以军对黎巴嫩郊区和边境轰炸还没停 大楼中白烟窜天 旁边还有一架飞机危险起飞 以军更秀出第36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地面行动的第一视角 以色列士兵全副武装攻进民宅大肆搜刮 出动坦克在荒野上开枪扫射 联合国的声明还指出 以军过去24小时内多次袭击联合国阵地 位在黎巴嫩南部城市纳古拉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总部狂冒黑烟 以色列从上个月23号开始加强空袭黎巴嫩境内目标 根据官方统计超过数千人因此丧命 而根据数据显示甚至有超过黎巴嫩人口五分之一 约一百万人五家可归 TVB新闻总部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只剩下25天了 而摇摆州当中呢 这个备受瞩目的冰州 也是贺锦丽跟川普呢 都要抢票的冰家必争之地 所以在选前呢 美国总统欧巴马特别来到冰州来帮贺锦丽造势 也是继全代会之后呢 再度现身 那他也批评川普说 川普呢 过去执政的时候 到底对美国做了什么事呢 他只不过是一个很会批评的亿万富翁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现身贺锦丽在冰州的竞选办公室 因为贺锦丽在这里的选情越来越不乐观 欧巴马会这样说 是因为部分非选民 只因为贺锦丽是女性 就拒绝投票 这是欧巴马在民主党全代会后 第一次为贺锦丽站台助讲 他还在披茨堡大学 为贺锦丽争取年轻选票 作为民主党的超级吸票机 欧巴马首度站台选在冰州 是因为ABC电视台的最新民调 川普和贺锦丽在冰州支持率只差0.8% 是七个摇摆州中最接近的 而且两阵营在冰州 已经投下超过3.5亿美元的广告经费 比拍第二的密西根还要高出1.4亿美元 贺锦丽预计下周一再访冰州 这也将是他第十度造访这里 至于川普也至少到冰州六次之多 至于川普是跑到密西根州的底特律 批评拜登政府对飓风救灾不利 只是拜登回应 希望川普别再散播假消息 贺锦丽也在X平台上po影片 讽刺川普原本还轻视飓风影响 随着投票日期越来越近 任何一场天灾人祸恐怕都将左右选情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不管是贺锦丽或是川普当选 他们未来在跟中国大陆交手的时候 很多的国际智库呢 跟这个媒体分析认为 两个人的态度恐怕都不会太和善 应该会采取蛮强硬的这个措施 那包括经济学人呢 跟美国的智库呢就都点出了 面对中国大陆呢 不管是谁当选 以后都会有三大挑战 包括台海议题 贸易 还有就是科技战的方面了 我们先来看是在台湾的议题上 到底要怎么样来阻止中国大陆武力犯台呢 或是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国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因应呢 美国官方的这个政策一向都是战略性模糊 所以贺锦丽某种程度上 也是跟随着拜登的脚步 被问到相关的问题都说是假设性 不愿意做直接的回应 但是呢从这个很明显的对台军售的行动上来看 数字其实是大幅增加了 也希望能够呢让台湾增加国防自主上的能力 那至于川普呢 其实呢如果去观察他过去任内他身边的一些幕僚 包括前国务卿庞佩告 都是呢这个共和党内蛮鹰派的角色 态度呢比较硬一些 不过川普如果这一次当选呢 经济学人认为或许他呢会甩开这些鹰派的意见 他会采取比较这个符合他自己商人本色的战略 就是呢采取交易型的方式 对习近平呢可能会采取说 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利益交换 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呢 双方还是能够做好朋友的 那第二个议题就是科技了 我们都知道呢现在讲到半导体产品呢 非常的敏感 美国寄出了非常多的法案跟相关的政策 希望可以阻止敏感的高科技产品 往中国大陆的方向流过去 那这个大体的方针应该是不会做太多的改变的 所以在目前呢整个拜登政策上的这个小院高墙策略 应该呢还是会维持 不过科技力商人之后 普遍被认为应该会做一些小幅度在技术上的调整 但是呢整体的大框架还是呢去风险 但是呢美中的经济最终还是不会完全脱钩的 只是在半导体上呢需要做更多的风险管理跟控制 那至于川普方面呢就非常不一样了 这个他非常倚重的欧布莱恩 他就曾经在这个文章里面写到过说 他觉得很明显应该要寻求美中经济脱钩 可以看到呢跟这个贺锦丽阵营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走向 那至于第三个就是贸易的部分 现在呢大家的共识都是知道说 中国的产能过剩的情况越来越恶化了 所以川普呢他曾经就讲过说 他觉得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拉高贸易上的关税 甚至一口气呢要抬到60%这么高的这个水准 不过贺锦丽呢非常反对这个政策 他认为呢这样子做呢治标不治本效益应该不大 不过就算他不采取川普这个政策 他要需要思考的是 那中国大陆的产品呢就算不直接进口到美国 可能会透过其他国家第三方 可能像是这个拉丁美洲啦墨西哥啦 或者是呢东南亚等等 所以你要怎么去处理跟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呢 这样的间接出口的情况 美国站在中间你要怎么样呢来去因应 所以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来需要处理 那在经济上呢其实川普跟贺锦丽各自也都提出了不同的牛肉 我们来看我们在美国特派记者的深入报道 前美国总统川普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开奖 先爆女儿Tiffany的料 这场演说是为了聚焦川普的拯救美国汽车业计划 川普骂媒体酸贺锦丽抱怨拜登退选 把造势场合所有谈话重点都提了一遍 再用粗俗字眼形容外国企业占美国便宜 川普表示他反对美国钢铁成为外国企业宣誓一定不会让这发生 开出支票说不会让中国汽车透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 更说如果他是总统 美国不会和中国爆发冲突 川普再抛出承诺表示汽车贷款利息 将可以全部抵税 另外透过影片针对海外侨民催票 2022年美国有440万名海外侨民 其中280万人有投票资格 而终止双重课税是不分党派海外选民都支持的 川普没有针对避免双重课税的政策细节做说明 但这个计划明显是针对海外美国人而来 TKB新闻嘉辉美国华府报导 最来关心是米尔顿飓风在美国佛州造成的灾情 这个墨西哥沿岸呢是首当其冲 所以当地呢粗估大概有300万户是因此停电 还有16个人死亡 不过这个数字呢预计在接下来几天 可能经过更完整的统计 还会再继续往上增加 那有一些的受灾户呢 这几天陆陆续续开始清理家园了 不过州长也特别提醒说 现在千万不能够就掉以轻心 不要以为风暴带来的灾难就到此为止 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地区呢 雨会持续下 所以要严防淹大水的情况发生 而美尔顿飓风到底造成了多少的这个财务上的损失呢 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部分呢是有保险的财产 这是惠玉呢 他们做的评估 数字大概是落在300到500亿美元之间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是当地2022年 另一个飓风叫做1N发生以来 数字最高的损失了 那另外呢 则是在这个没有投保的部分呢 其实很多人就担心呢 海伦飓风之后又有美尔顿飓风 两个飓风加在一起 所以损失上其实呢 估计会变得更加困难 甚至会高于刚刚讲的 有保险的这个300到500亿的数字 那其实呢 现在还有另一个统计就发现呢 这一次我们以整个大的经济面来看呢 这个损失是多达台币1.6兆 而且很多灾民呢 他们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面临这个飓风 可能本身的这个家庭条件并不是太好 甚至呢 有一个年轻妈妈 她带着四个孩子 只能够爬到水槽的高处去避难 拍摄民众雨带惊恐 因为转眼间整个客厅厨房 都被大水淹没 这名妈妈只好带着四名小孩 爬上水槽高处避难 整整待了七小时才等到救援 佛州许多民众似乎真的是看到大水灌入 才开始紧张 救难员忙着搜救 还在灾区目睹这个场景 水面上一名14岁少年 手上紧抱木头碎片 载夫载成一整天 奇迹大难不死 坦怕是还有一间养老院遭遇淹水 幸好救出里头约135名老人家 凌晨巨峰来袭前还有男子坚持住在船上 媒体一度担心他的安危 幸好他没有大爱 但坦言因为强风彻夜未眠 美国佛州一名小有名气的六宝妈网红 也因为不配合撤离惹出争议 身车没钱负担住宿和搭机费用 不过他后来在批评声中还是有撤离 米尔顿飓风在佛州酿成的死伤还在增加 出估灾损超过500亿美元 野新闻中文报道 这个礼拜是诺贝尔奖的颁奖州 在稍早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正式公布了 是日本的原水报幸存者组织 他们是由核弹还有氢弹原子弹的受害者所组成的 成立于1956年 那他们也是唯一一个在日本由被报者组成的全国组织 他们的目标呢除了阻止核战爆发之外 也致力于国际的核武裁撤运动 所以呢是由这个组织拿下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 至于已经公布的文学奖的部分呢 是由南韩的作家韩江来夺下 他也是呢南韩的全国第一人拿下诺贝尔文学奖 那也是第二位夺得诺贝尔奖的前一位呢 是已故的总统获得和平奖的金大中 那韩江呢之所以成为作家 其实是有家学渊源的 他的父亲跟呢兄弟都是在文坛来努力的 他的父亲呢叫做韩胜元 是南韩知名的小说家 那他跟父亲呢先后呢踏入文坛 两个人也都曾经获得南韩的这个文坛的最高荣誉 叫做李湘文学奖 他的父亲还曾经开玩笑的说 非常嫉妒羡慕女儿的才华 常常惊叹 他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呢 另外就是韩江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呢也是小有名气的小说家 那弟弟呢则是呢擅长创作小说跟漫画 所以一家人呢都非常有文学天赋 那韩江的作品其实常常在探讨的就是 关于人类还有痛苦 特别是呢身体的痛苦跟心灵的痛苦之间有什么样的连结 那作品里面会常常提到就是对生命的脆弱 所以呢他曾经在一个论坛里面提到 他这么多年来持续彼更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寻找 人类到底是什么这个大灾问的终极答案了 那在未来的作品里面也会持续的来跟读者做互动交流 希望能够提供大家在这个问题精神上一个更好的解答 那这次呢他获得这个文学奖可以说是让南韩举国欢腾 包括南韩总统尹锡悦 还有韩团BTS也都发文祝贺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出现历史上第18位女性作家还是首位南韩人 被说是奇迹也不为过因为南韩史上仅有一位拿过诺贝尔奖 韩江再写记录还是亚洲女作家第一人摘下桂冠殊 和儿子吃晚餐得知获奖韩江说没料到只打算喝个茶安静庆祝 即便他身为南韩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创作者 形式作风超低调 将满54岁的韩江在作品中揭示历史伤痕传达人类的生死观 受到各国文学界的肯定 尤其韩江受到故乡光州事件启发 2014年以被害者和家属创作出少年来了的作品 拿下各大奖项 至今他的作品出版翻译成28种语言 在台湾和其他国家都买得到 南韩书局一瞬间订单爆量 包括总统尹锡悦还有朝野国会议员都发文祝贺 连偶像歌手BTS成员RM和V也发现实动态 说自己才刚看完韩江的作品 TVBS新闻终放不到 再来看这个画面非常难得 是太阳风暴引起的强烈磁暴来袭 所以包括在英国美国等好几个国家 都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极光大爆发的景象 而有台湾的天文摄影家 也专程到美国阿拉斯加 记录下这个绝美的画面 五彩斑斓的极光 照耀黑夜 梦幻感十足 这里是美国阿拉斯加州 受太阳风暴引发的强烈磁暴影响 夜空出现绚烂极光 吸引天文爱好者来追光 现在我们在阿拉斯加 Delta Junction 现在我们正在等天气要开 因为今天晚上会有预报 会有很漂亮的极光出现 曾登上美国Science Times 台湾资深天文摄影作家 陈培坤 5号就前往阿拉斯加州 为的就是捕捉难得的极光美景 今年的这个极光出现非常特殊 它有很红的光线出现 那这个红光出现的是因为极光 因为这个太阳的爆发 我们叫做这个Corona Mass Injection CME 所以会导致在上层高空的氧气 会把这个释放出红色的光出来 除了阿拉斯加 位于美国东北的缅因州 也能看到红绿色的美丽极光 英国约克郡 沃尔索尔也都被拍到极光出现 镜头来到北京 可以看到与河北交界的金山岭昌城 古老的城墙在漫天极光下 既壮观又浪漫 这是继5月后 大陆北纬40度 第二次可以观测到绚烂极光 另外就连维度比北京还低的 日本能登半岛也有极光出现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指出 预计这波电磁扰动将持续影响54小时 最大规模可能短暂达到强烈磁暴等级 同时也提醒民众 这可能会造成卫星定位准确率下降 以及干扰无线电通讯 TVBS新闻蔡明逊 蔡一杰综合报导 而且非常罕见 是非洲的撒哈拉沙漠 几乎一整年都是无雨的 不过最近在两天之内 竟然降下了一整年的雨量 从无人机往下俯瞰 金黄色沙丘之间 竟然出现类似奶茶色的大面积水滩 位于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 堪称是世界最热荒漠的 撒哈拉沙漠几乎中年无雨 但上个月竟然罕见降下暴雨 有些地区在短短两天之内 降下一整年份的雨量 吐鲁起来的大雨 让撒哈拉沙漠大淹水 甚至填满已经干涸50年的伊基里湖 让当地居民嘖嘖称奇 摩洛哥气象局表示 一场降雨和大淹水 全都是因为一场温带风暴所造成的 这样的极端气候 可能在未来几个月 甚至好几年的时间里 改变当地原本的天气形态 因为空气中保有更多水分 促成更多的蒸发现象 恐怕会引发更多暴风雨 而南韩呢 最近这阵子频繁的发生 电动车相关的火灾 像10月份已经有三起了 像是前几天呢 有电动车呢 在停满2000辆车的地下停车场起火 不过幸好呢 是停车场里面的自动洒水系统发挥作用 日消防队也及时赶到 才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 公路农业弥漫 烈火狂烧 烟雾散去 就能看清白色特斯拉仅存的骨架 车软이 도로 경계벽을 들이 받은 뒤에 발생한 걸로 알려졌는데요 소방당국은 약 10분 만에 불길을 잡은 뒤 뒷좌석에서 시신 한구를 수습했다고 밝혔습니다 这起周四发生在南韩的火烧车意外 造成一人死亡 而且这已经是南韩10月发生的第三起电动车起火案件 另一起就在周三 监视器拍下停在停车场的电动车疯狂燃烧 就怕波及停车场内其他2000台车 消防员紧急洒水灌旧 根据韩联社报道 事发车辆型号是KIA NERO 火事破灭之后 车门一片焦黑 还不断冒烟 오늘 새벽 3시 반쯤 인천 남동구 논현동 소래포구 근처 한 비닐하우스 단지에서 불이 났습니다 上周三 在京畿道也发生 钢制物从高空作业的卡车上掉落 砸中电动车 造成起火 索性没有人伤亡 根据统计 从2019年开始 发生在停车场中的电动车起火案 有超过50% 是在充电中发生 南韩政府强制要求在充电设施 安装检测 以及灭火设备 避免意外 再次发生 不仅如此 南韩国家消防厅 和现代汽车集团 开发一款无人消防机器人 포와 열화상 카메라 등이 장착되며 무선 원격 조정을 통한 화재 진압이 가능해서 효과적으로 대응할 수 있을 것으로 기대되고 있습니다 这款外形 宛如坦克的机器人 是根据现代汽车ROTEM的 军用多用途 无人车打造 南韩消防厅计划 明年上半年 部署一台原型机式营运 未来将配发给中央各个消防队做使用 TVB新闻走后报道 在香港的大陆游客 这几年是越来越少了 那也拖累香港的零售业 陷入了景气寒冬 在香港当地知名的连锁药局 华润糖 因为销售量大减 所以在香港的19家分店 下个月将会全数关门大吉 在香港经营25年的连锁零售药 华润糖宣布11月8号 19家香港分店全部关闭 90名员工面临失业 铜锣湾这家分店就贴出公告 提醒消费者 华润糖是华润医药旗下的健康连锁店 主要贩售药品和保健品 但陆客人数锐减加上香港人北上大陆消费拖累销售 华润集团坦言香港租金贵 收支难平衡 这才做了这个艰难的决定 因为其实整个市场 特别是零售方面 那个模式转变得很快 所以可能用一些非实体店的方式 又或者是一些产品专卖的形式 可能是更加符合那个市场的需求 今年8月香港零售业货品销售额为292亿港元 在2023年下跌超过10% 零售业冷嗖嗖 商家也从大店面变小店面 甚至无奈关门大吉 所以现在不少的业界都重新审视 市场的挑战 包括其实他们的客群的数量 他们的营业额 还有他们怎么可以减低他们的成本 香港景气低迷 就业机会变少 导致部分劳工薪资 较一期前减少20%至40% 国际扶贫机构乐师会调查 今年第一季度 香港整体贫穷率达到20.2% 多达139万5千人处于贫穷状态 最低和最高收入家庭 月收入差距近82倍 有学者认为贫穷问题 已经在香港遍地开花 TVBS新闻蔡明勋蔡一杰综合报导 新商人的日本首相石破茂 在东协会议上 跟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 而针对台海议题 石破茂就强调 坚持日中联合声明 所确定的立场 这一点不会改变 用中文向彼此问号 握手致意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与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 10月10号出席在辽国举行的东协会议时 第一次举办会谈 石破茂说 日方无意和中国脱欧断练 日方在台湾问题上 坚持日中联合声明所确定的立场 并没有改变 石破茂接任首相后的首次出访 对大陆政策备受瞩目 于李强的30分钟会谈上 除了提到台湾问题 也要求大陆尽早恢复 因为核废水争议而暂停的 日本水产品进口 同时提到深圳日本男童遇袭死亡 让再陆日本侨民相当担忧 李强在东协会议至此提到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全球总需求不足问题更加突出 大陆和东协有超过20亿人口市场 应该把进一步合作视为重要方向 李强发表讲话时 镜头捕捉到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几乎全程注视着李强 法新社报道 虽然这场会议聚焦经贸 但小马可氏利用机会 向李强就近期南海船只碰撞事件 提出质疑 小马可氏主张 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无法切割 当政治互动紧绷 经济层面就没办法假装 一切都好 TVBS新闻余信安 李明珍 综合报道 电动车龙头特斯拉 他们的无人驾驶计程车 正式亮相了 取名叫做CyberCap 外观设计很前卫 而售价上不到台币100万 预计会在后年投产 极具科技感的雾面烤漆 搭配流线外形 坐在驾驶座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双手悬空 车里也没有任何方向盘 特斯拉在洛杉矶 华纳兄弟制片中心 举行WeRobot发布会 万众瞩目的CyberCap 无人驾驶计程车 正式亮相 CyberCap搭载的 就是特斯拉最先进的 全自动辅助驾驶FSD系统 车子无人驾驶 让不少人很兴奋 马斯克在2016年就提出 Robotaxi概念 今年终于正式命名为CyberCap 车身采用左右上线式OE门 车内没有任何方向盘 或油门踏板 外观设计十分前卫 不过美媒记者却大歪楼 将CyberCap形容成 行走的吐司机 看 它是一个美丽的 车子 我觉得它是美丽的 车子 而CyberCap有望在 2026年开始生产 售价不到三万美元 等于不用台币96万 就能买到 而搭配电影魔鬼终结者 经典配乐出场的 就是加州尔湾警察局 最新武器 造价高达台币500万 特斯拉紧用电动皮卡车 我非常愿意说 我们是第一个警察局 在国内的第一个警察局 可以在这部门上 有很多酷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看到 车子像这样 美国警局使用彩绘跑车 或者改装车 来宣传拒绝毒品的概念 希望让青少年能远离 滥用毒品 TV北新闻最后报导 今天的印尼迁都专题报导 我们要关注的是 印尼在地缘政治上扮演的角色 印尼拥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 新兴市场内需庞大 而地理位置呢 也蛮靠近欧洲 而位居欧洲东亚 跟澳洲的海上航线 所以让中美两国都争相拉拢 从新总统府出发 绕行好几栋政府机关大楼 全长两公里 大约七分钟的事成体验 让印尼总统佐科威和内阁官员 赞不绝口 中国大陆中车集团 自主研发的智慧轨道系统 就像轻轨开在虚拟轨道上 只要在一般道路划线 自动驾驶列车 便可沿着标记前进 省下铺设钢轨的大量成本 印尼要将新首都鲁山塔拉 打造为绿色智慧城市 大陆积极卡位 包括华为 中信建设 国企 中国铁道集团 都传出有意承揽 住宅大楼 交通等开发项目 距离新首都不远的 加利曼丹工业区 也主要由陆资益助发展 去年10月 佐科威访问北京 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为的救治找帮手 完善鲁山塔拉基础建设 中方支持相关地方和企业 参与印尼新首都 北加里曼丹工业园等 重大项目开发建设 大陆与印尼割良好 2019至2022年间 大陆已经要升为 印尼前三大投资国 截至2023年 投资金额只落后新加坡 近年最具指标性的建设之一 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连接亚加达跟第三大臣万龙 造价新台币2300亿的亚万高铁 然而跟过往投资印尼的方式一样 中国技术输出 用的都是中国原物料 中国劳工 中国制列车 遭印尼反对派人士批评 一旦过度依赖路资 新首都岂不是会变成新北京吗 他跟习近平见面总共见面了八次 那他跟拜登只有见面四次而已 那这八次里面 其实印尼收获了非常多 来自于中国的投资 那中国当然希望在政治上 可以维持这个左科威的路线 来持续中国对印尼的投资 今年四月 才刚当选的新任总统普拉伯沃 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中国 除了凸显将延续左科威的 亲中路线外 外界解读 这也是玩两面手法 对美国释出讯号 事实上中美争相拉拢印尼 由来已久 看中印尼拥有丰富的涅酮等矿产 是全球第六大新兴市场 又连结了欧洲 东亚和澳洲海上航线 战略地位绝佳 中美都不敢轻呼 因为在整个印太战略上面来说 那目前整个印尼 它在做国防现代化 其实是采购西方 尤其是美国的武器为主 那所以说中方也有必要在战略上面来平衡 美国在印尼上面的影响 自欧巴马时代开始 美国便试图提升与印尼的军事合作 一来制约中国 二来借重印尼在东盟的角色 深化美国东盟伙伴关系 但不管美国怎么拉拢 印尼仍坚决不结盟 维持与中美之间的巧妙平衡 这种交流的活动 持续在后来的几年 特别在这个双方的联合演习 或者是人员交流训练上面 都一直有持续 所以最后在2023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 开发结果 他们就全面升级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然后特别是在国防协议 签了国防协议 那这一点上面来说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印尼就是说在经济上面 往中国靠拢 但是他在安全的部分 就是跟美国强化他的合作 印尼临近南海 为处地缘冲突核心 在维护南海主权的同时 印尼要如何兼顾 与中国经贸稳定 并在美国拉拢下 维持战略自主 将考验新总统 普拉伯沃的外交指挥 英国凯特王妃 在上个月宣布结束 化疗之后终于参与了公开的活动 他是在当地的一个社区 参与之前发生火灾的受难者家属的相关的纪念仪式 跟夫婿威廉王子同荒 气色看起来挺好 身穿深褐色 家常大衣搭配酒红色原点图 腾衬衫式洋装 英国凯特王妃面带笑容 看起来起色不错 跟穿着情侣装的丈夫威廉王子 周四同框勾开露面 来到英格兰西北部小镇南港 这是凯特王妃自从上个月宣布结束 癌症化疗后首场公开活动 凯特和威廉两人探访南港 遭迟到攻击而致命的孩童家属 以及事发当下在场的舞蹈老师 并和他们聊聊天说说话 同时问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事实上威廉夫妇先前就已经 透过慈善机构募款 协助这些家属和救护人员以及警方 但希望透过这次探访不仅表达关怀 也希望让受影响社区的居民知道 他们没有被遗忘 而体育焦点来关注是 西班牙的网球好手纳达尔 因为饱受伤势所苦 所以宣布在11月的台维斯杯之后 要结束他的职业球员生涯 亲口说出这番话 不知道让多少球迷震惊再震惊 纳达尔这几年保受伤势所苦 去年就曾暗示过可能今年赛季结束后退休 11月代表西班牙参加台维斯杯赛后 就正式高挂球拍退役 最近拿过14次法网公开赛 难担冠军的他也遇过不少可敬的对手 费德勒一得知他要退休 就连PO好几张合照 说一直期盼这天不会到来 也谢谢你创造的所有经典时刻 乔克维奇也发文 称赞纳达尔是推升自己到极限的对手 而他们三人连同英国球王莫瑞 也被外界称为是网坛四巨头 今年38岁 生涯共夺的22座大满冠冠军 影响后辈跟收获不少粉丝 我觉得是很难让人去超越 赛争纳达尔和达尔 让他脱离因为他是一个赢者 而他不能在赢球上 他一直在赢球上 在每一刻都知道他在赢球上 他看到他已经不成功了 虽然满事不舍 但光荣隐退 球场因此不会抹灭 TV讯言中学员将军踏不到 好 今天的体谈时间 很多人这两周非常响念的雅力哥 今天终于回来跟大家见面了 欢迎雅力哥 上礼拜有三拖儿 不过这个礼拜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体育了 佳容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纳达尔真的是震撼蛋 不过我们回顾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可以说是拿到了非常多的荣耀 我们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这边帮大家整理 请雅力哥带我们分析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 纳达尔一定会有退役的一天 只不过这一天真的到来之后 就像刚才看到那条新闻在里面讲的 很多人还是觉得蛮震惊的 而且听到他这样的 诚恳的这样的发言 说实在的也蛮心碎 对很多致他的球迷来说 他其实在15岁的时候 他1986年出生 他1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转职业了 2001年就转职业了 而从2005年他拿下他第一个大满贯赛的冠军 就是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之后 一直到他最后一个大赛冠军 第22座大满贯赛冠军 那是出现在2022年的法网 他在法网总共是拿下了14次的 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南南冠军 这不仅是这个史无前例 我觉得后面可能也很难有来者 因为Nadel 大家讲到红土之王 那西班牙 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出产过非常多的网球 尤其是红土方面的好手 但是拿到确实里面最突出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他在Rolengueros 也就是巴黎的法网的那个举行的场地 这么多年的一个参赛生涯 他在光是在法网 他就已经拿下了112胜 他总共参加了有116场比赛 这116场他总共只有输掉4场 我们想到在四大满贯赛里面 你要一路能够从第一轮打到最后拿下冠军 你要连赢7场 这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Nadel 居然能够在他这么漫长 超过20年的一个职业生涯当中 能够拿下过14个法网的冠军 而且在法网的一个胜率 112胜仅仅只有4败 97.1%的这样的一个胜率 的确是我觉得以后 真的很难有人能够复制他这样的一个成就 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Nadel 在这超过20年的时间 跟另外两位Big 3 包括了已经退休的这个Roger Federer 还有现在还是现役的Djokovic 这三个人还有另外也已经宣布退休的Annie Murray 他们所带给我们的感动 而且这个时代他们不知道是激励了多少人 来参加网球这项运动 其实讲Big 3之间的一个交手 Nadel跟Djokovic之间 他们两个人总共生涯交手过60场比赛 这是网球进入到公开化年代以后 最多场的一个交手记录 那当然跟他的好朋友 Roger Federer两个人也有40场的一个交手 所以过去这20多年期间 Big 3这三个人 一个拿了20座大满贯 Federer Nadel拿了22座 那Djokovic拿了24座 那总归一句话真的 他现在退役了 我们希望他有一个新的一个 退休的一个人生 不过也真的要非常感谢这20多年 那这三个人还有其他球员 带给我们的感动 是带给大家很多美好的回忆 那另外两位其实有发文祝贺他啦 就是时代的眼泪 三个人彼此之间也是这个相知相惜 心心相惜 对 那我们再来看呢 是这个MLB的季后赛 很多人说大股翔平也有这一面嘛 一直以为他是好好先生 不过这场比赛好像被触杀 就有点生气 好像还飙了脏话 那接下来的这个第五战 要决生死 会不会跟他的学长 打比手有来正面对决的 的确明天 在台湾时间 礼拜六早上八点钟 到齐跟教师队 就要打这个一战定生死 分居系列赛第五战 那我们知道大股翔平 过去就像家长讲 很多人觉得他是 温和有理的这样一个乖乖牌 不过 例行赛跟季后赛 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到了季后赛啊 你真的明天的比赛 一定会有一队 就提早放暑假 那大股翔平在前一场比赛 那因为看到对方打出安打 那可以很有可能 让他自己 可以跑回本蕾得分 结果没有想到 那个球好死不死 打到了三壘省的一个手上 也让对方的手 守备球员有机会啊 把球捡起来 回传到本蕾 那大股翔平自己不知道 他是回到休息区之后 看了iPad上面的一个重播镜头 哇他就是忍不住啊 就标标出来的三话 这是我会觉得说 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运动员 尤其职业运动员 他们这种非常强烈的一个 求胜行 那当然美国之邦大联盟 我们知道在这个星期 礼拜六礼拜天啊 打完最后两场的 美联跟国联的分区系列赛之后 下个礼拜开始 就要进行两个联盟的 联盟冠军战了 那当然杨基队今天赢球 已经率先闯进到了 美联的冠军战 而国家联盟这边大都会 今年的大黑马球队 也已经率先取得 国联的一个门票 那就现在看看明天 礼拜六到期跟教室 谁能够抢下国联 今年另外一场冠军战的门票 另外美联这边 今年另外两只黑马球队 皇家队还有老虎队 这两只年轻的球队 哪一队可以来跟杨基队 来争夺世界大赛冠军 很多人都在讲啊 就是说今年季后赛 如果可以看到 美国东西岸的两大豪门球队 杨基如果能够对上西岸的 新邪恶帝国 洛杉矶到期的话 那的确是非常非常有看头 不过明天的到期队 得要先得过得了啊 这个教室队打笔学友 这一关才行 而且明天到期跟教室 两边先发投手 是这个山北游生 还有打笔修友 这也是美国协会在史上 第一次这样的日本 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武士对决 我觉得明天早上八点钟 应该会蛮多人早起来看这场比赛 是好观众朋友们 今天等一下看到我们的节目早点睡 明天早上呢 还有精彩的比赛要看 那再来看这个是呢 这个世界棒球十二强赛 我们的这个大名单出炉了 那先来看日本有人说啊 日本的这个名单太漂亮了 是史上最年轻的这个队伍组成 反而觉得中华队好像有一点点可惜 包括张玉成啊 好像都这次没有在这个名单里面 的确啊 现在在这十二强啊 各国这两天都已经都公布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名单了 我们知道啊 世界十二强赛从下个月十一月十号开打 那当然在台北大巨弹也是十二强的一个比赛场地之一啊 那我们在大巨弹要先后面对日本南韩古巴澳洲 哇这些还有多名尼加这样的一个强队 那上礼拜公布的二十八人名单 其实受到蛮多蛮多的一个讨论的 就像加勇讲的 国防部长张玉成因为受伤的关系没有办法打 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那在我们今年中华职榜 卫泉龙队的徐若曦那这名少年抢头 那也因为可能刚动完刀 第一个复苏的赛季卫泉龙队球团继续保护他的原因 也保留他就是让不希望他来参加十二强 所以那这一次二十八人名单 其实蛮多人就觉得说啊 我们没有能够派出来最强的一个阵容 那当然是顾及到老中青三代都有人入选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呢 哎我们现在十二强目标到底是什么 是赢球吗 还是要培养新的年轻选手 因为说实在的 在这一份二十八人名单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 算是已经超过三十岁的老将等级的一个主力球员 在经过一整季 超过一百万十场中华职榜的比赛之后 你十一月还要打十二强 这其实对于体力上的消耗 负荷是说实在蛮大 你刚才也讲到了日本队 他们这一次没有征召旅外选手 日本队这一次完全是以 日本职棒的这样一个精英球员的组组 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球员 你刚提到他们这次最年轻的日本国家武士队 他们是平均年纪多少 25.7岁而已 那当然他们没有 他们的棒球实力够强 即便这么年轻的一支球队 我觉得到台湾来还是能够 我们知道上一届 2019年日本是十二强的一个冠军队 那这一次派出这样虽然是年轻的阵容 但是我觉得连霸的呼声还是蛮高的 那我们只能希望就是说 我们希望中华队这一次除了能够 希望在分组B组有好的成绩之外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够让年轻的球员 那透过这些国际赛洗礼 有好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因为毕竟以十二强的一个赛制啊 那十二队分成AB两组各六队 只有分组的前两名能够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四强 我觉得在即便这一次台北大巨团 举办十二强的这样的一个 预赛的一个循环赛 不过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华队来说 要打进前两名难度其实蛮高的 不过到时候这种短期比赛其实很难讲 还是要替中华队来好好加油打起 是帮中华队加油啦 那再来看呢 这个是桌球的牙锦赛 其实我们这次在男团闯到了金牌战 但对上魔王中国大陆 那不过我们有一位这个很年轻的小将 才21岁上演了一个大惊奇 他呢在关键第三点呢是击败了 中国世界第五的好手梁敬坤 也被看好说可以接棒这个装置员 来参加奥运 台湾桌球男团10号在亚洲桌球锦标赛 金牌战虽然总点数1比3不敌中国队 但21岁小将黄彦成 在林云如高成瑞前两点失守情况下 面对世界排名第五的大胖梁敬坤 演出旌旗经历五局大战后逆转胜出 黄亦成目前世界排名第70来自桌球世家 爸爸黄博明是桌球教练和裁判 妈妈张秀娟也是桌球国手 本届甲锦赛台湾男团四强战 以直落三强势横扫印度晋级决赛 遭遇大魔王中国队 第一点由柚子同学高成瑞把关 但面对世界第一中国球王王楚清 最后以9比11 5比11 6比11丢掉 没抢下开门红第二点林云如的对手 也不好打 是最近刚爬到世界排名第三的 中国19岁星星林诗洞 苦战四局最后人吞下败仗 关键第三点小将黄彦成已经扛气 交手世界排名第五的梁敬坤 以11比7先持得点 后两局虽被对手迎走 最终以11比9 13比11胜出 不但为中华队保住一线生机 也为自己拼出荣耀 虽然黄彦成为台湾男团扳回一城 可惜第四点零如对上王楚清 所以一度以2比0领先 但后面却输三局遭到逆转 最后台湾男团拿下银牌 也是连三度在雅锦赛多赢 TVB的新闻你就如今台北怎么办 好请教雅丽哥 你怎么看我们上演的这个大惊奇 那另外这个雅锦赛里面也有包含呢 其实另外一个暴冷 就是世界球王王楚清 他们的男团他竟然呢这个暴冷输球了 对其实这一次的雅锦赛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台湾桌球的一个希望 因为这一次我们知道桌球教父庄志渊 还有我们的女将郑怡靖 其实这两位老将都没有来参加这次雅锦赛 那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的幼子同学 也就是这个高承睿 还有这一次暴冷击败啊 中国世界排名第五名这个大胖 梁敬坤的黄彦成啊 我这场比赛其实真的很好看 虽然刚才大家看到新闻 那我们连续两届打进到雅锦赛决赛 但是都输给中国 我们知道中国的实力非常强 那黄彦成其实他世界排名 是在50名之外 虽然在百名之内 那幼子同学也是一样啊 就是高承睿 那加上林云如 那能够在第三点 因为在大陆这边 中国这边 他们在冠军赛是势在必得 他们觉得说 有可能会以直落三 就把台湾给做掉 结果没有想到在第三点 世界排名第五的梁敬坤 竟然在两个三破点 没有能够拿下的情况之下 遭到黄彦成的逆转 最后的决胜级第五局啊 13比11 我觉得这一场比赛 黄彦成是赢得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未来即便 在少了庄之渊的一个情况之下 19岁的高承睿 21岁的黄彦成 23岁的小林同学林云如 我觉得未来这几年 还有刚才这个桌球这个秘书长也提到的 另外冯一新 这几名年轻的球员 我觉得未来可以真的是扛起我们中华队 未来在国际上的一个竞争力 那另外讲到这一次的这个牙锦赛的女团 日本竟然是靠着张本美和 大家都知道她的哥哥是张本智和 他们两个人都是原本的中国人 北京人 但是后来转集到了这个日本 那是在日本长大 那张本智和这几年当然在国际上 军季赛上有很多次打败了 包括这个大陆一流好手的一个经验 现在妹妹才16岁 没有想到竟然就带领着日本 你知道上一次日本在牙锦赛要打败 中国是什么时候吗 1974年 50年前的是了 所以对日本来讲 能够拿下这一次的牙锦赛女团冠军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是一个历史性的光荣的时刻 那另外呢最后再来看是NBA的新赛季 很多人说终于看到这个父子同胎 LeBron James这个画面很梦幻 那有人说好像儿子 是不是好像有点怕怕的 不太敢进攻 是不是面对这个比赛可能压力还是有点大 我觉得能不能成为 我们知道NBA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 这样的一个篮球联盟了 当然新赛季 最近这两个礼拜是在打热身赛 10月23号开始正式的一个新球季开幕 那一天只有两场比赛 胡仁在主场来面对灰狼 另外上一届的总冠军队塞尔提克 那则是要面对东区的一个大市场球队 纽约尼克队 讲到LeBron James跟他的儿子 Bronnie James 父子同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完全炒热了整个开季前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职业运动就是要话题嘛 那Bronnie南加大只念了一年 然后你要说他是靠霸组也好 说怎么样也好 至少他现在是一个NBA球员了 能够靠霸是幸福的 当然来今天那个Bronnie James也有出赛 在面对公路对字母哥的比赛当中 他上场了6分钟出手了4次 结果全部没有命中 今天他爸爸得了11分 那总共现在Bronnie在热身赛打了3场比赛 加起来上场直接36分钟 但是今天只有得到2分 很多人就在讨论说 以他这样的一个水准真的可以达到 在NBA这样的一个竞争 这么激烈环境中升准下去吗 那当然开幕战刚才讲到了 胡人在主场赢在灰狼 现在很多人就在讲说可能在开幕第一周 就是让Bronnie James跟他爸爸完成父子同胎 因为NBA过去从来没有父子同胎 这样进进的一个经验 所以可能在第一个礼拜就是 大家把胡人说票卖完了 然后票房有了 因为11月他们的所谓小联盟G League就要开打 我觉得在整个Bronnie James很有可能 就是在11月份就会被下放到小联盟去好好的磨练了 那当然另外两张图我们也讲到星球季的一个展望 维妈亚马上个赛季这个24岁的法国中锋拿下了年度最佳新秀 而且史上第六次全票拿下年度最佳新秀 维妈亚马在上个赛季送出了254个火锅 是NBA第一名 那今年找来了这个Chris Paul来跟他联手 我觉得今年说马次要马上能够打进到气候赛 可能难度还是蛮高的 不过我觉得Chris Paul的加盟 可以让维妈亚马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另外我们亚洲球员172公分的何村永辉 现在我觉得也是跟Bronnie一样 希望能够在开季的时候 留在曼芬斯灰熊队的先发名单 在今年巴黎奥运还记得吗 何村永辉队法国队地主队拿下29分 这位日本的小巨人让法国在巴黎奥运下出了一身冷汗 一直到延长赛他们在击败日本 我觉得何村永辉挑战NBA 真的大家要替他鼓掌加油一下 是好这几位新秀的表现呢 请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今天非常谢谢阿里哥 谢谢佳蓉 谢谢大家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